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趁這個空檔時間來尋人一下 請問一下有沒有Sunny Chen同學在這裡 香港來的Java User Group Leader 你的五點的Talk快要開始了 麻煩到教育廳準備一下 Sunny Chen同學 如果各位有看到他的話 提醒他一下他的Talk五點要開始 我們接下來的Speaker 陳中成教授 他是一個非常有夢想的人 事實上我們在搞Open Source的人 通常都有一些自己的堅持 如果沒有這些堅持 其實我們就會去用一些 可能商業妥協之下的不得已的考量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堅持 因為有這樣的夢想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裡聚集在這 做一些窄窄的事情 OK嗎? 接下來這個Talk 內容是什麼我就請講者來介紹 但是他的講者簡介跟Talk的介紹 是我看過最長的 如果各位有在CostCop議程上面看的話 他也是我第一個看到的 就是在Conference開始之前 就已經把投影片上傳了的講者 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們就一起用熱烈的掌聲歡迎陳中成教授 為我們帶來了 好 大家好 我今年是第一次來參加CostCop 我發現我今天來的狀況有點特別 第一個就是所有的講者都有帶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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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 所以我們臨時弄了一個MacBook 那我又沒有用過MacBook 所以我們只好請我們的工作人員來幫我們處理 那我今天來這邊的報告 我發現說很奇怪 因為所有從頭到尾的演講 似乎在Open Source裡面 我們都看到很多業界的人來參與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學術界的人在參與 公益院的人我有看到一些 但是真正學術界的我沒有看到 那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 我覺得說在我們的整個大環境裡面 那在整個大環境裡面我們發現說 對於Open Source熱衷的人 似乎在學術界非常非常的少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我特別為這個有寫了不少文章 那今天我要講的東西呢 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說跟現實比較沒有關係的Open Source 那怎麼樣講跟現實沒有關係呢 因為我們要講的東西是有點久遠的東西 就是大概40年前的Open Source的東西 那也就是說K&R跟UNIX跟C元發展的這一段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做這種40年前的Open Source呢 原因是因為這應該算是我23年前的一個問題 那23年前我在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念大一 那念大一的時候我們發現說 我們總是上了很多課 那這些課其實有很多我們是懂非懂 我們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麼 那經過了23年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我們會發現說 這些東西我們開始懂 那但是這漫長的23年其實整個環境變化了很多很多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經過23年才會懂這種東西呢 那我覺得說有必要我們在學術界應該要做這一塊 那這一塊到底是什麼 那這牽涉到23年前我上課的時候就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上作業系統或者是上系統程式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一直課堂上有一個問題 希望問老師但是我覺得我不能問 我怕我問了之後呢會被當掉 不敢問 那什麼問題我怕問了之後會被當掉呢 譬如說舉個例子 系統程式裡面會教我們主義器 這個比較簡單 我們當年都可以寫 那再來的話呢碰到編譯器的時候呢 老師就知乎其辭了 那知乎其辭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連我搞不懂 但是呢我會覺得說OK 那我們如果編譯器是一個很重要的課 那我們應該要把這個東西搞清楚 那如果說作業系統是一個很重要的課 我們應該把這個東西搞清楚 但是呢23年來我幾乎沒有看過任何的老師真正開這樣一門課 那我們看到的作業系統的上課方法是把那個恐龍書拿過來 然後呢老師就照著書上一個主題一個主題講完 講完之後我們其實不知道到底什麼是作業系統 要怎麼說呢 要怎麼說呢 一直到像當年大概1988年嘛 那我們知道頭髮子在1991年開始寫Linux 1990年左右開始 應該是89吧 那當他寫Linux的時候 一開始是很小 然後後來變得越來越大 那現在我們再回過頭去看Linux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我們也不能用Linux來交作業系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東西來交作業系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東西來交編譯器 我們要寫一個完整的C元編譯器嗎 還是說我們把它做簡化 那還是另外的Solution呢 那在現在的環境底下跟23年前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在23年前的時候我們看到說 我們那時候是DOS時代 作業系統裡面的Multi-Tasking就是多工的這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非常遙不可及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在DOS時代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人曾經在DOS時代寫過Multi-Tasking 因為它本身不支援嘛 所以對生長在那個年代的我們來講 我們會覺得這個東西只是理論而已 那或許有些老師會勉強你說 那你去用Linux的電腦 但是那個年代的人其實不太會去用Linux 第一次用VI的時候進得去出不來 所以乾脆就把它砍掉 OK 那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經過了23年我們再來看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在你的電腦上面 你為什麼不能寫 OK 那我覺得學術界跟產業界有一個非常不同的任務 是 學術界應該要把一些東西講清楚 那應該要把這些東西講清楚 讓我們的學生可以再進入這個領域 他想要學編譯器 他想要學作業系統的時候 他碰到的障礙會比較低 他不會因此而卡住說 那請問一個編譯器是怎麼寫出來的 一個作業系統是怎麼寫出來的 那如果我們在這裡就讓它卡住了 那他如何繼續學下去 那對我們整個教育 大學教育資工教育的體系而言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所以我在應該三四年前吧 我曾經開始試圖教系統程式這門課 那後來我發現說 我那時候又回去用我 用我們二十年前的那個書的新版 但是就是背可那本書的新版 但是我後來發現 這個書我真的叫不下去 那後來我就決定說 好 那我自己寫一本好 那我自己寫一本 所以就寫了一個draft放在網路上 那於是我們看到說 居然有編輯打電話給我說 你要不要把這本書出出來 所以我就答應了 反正我自己要用 用自己的書應該也不錯 所以我們就寫了 那寫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寫 從最基礎的開始寫 而且基本上全部都是重來的 因為沒有依靠太多的工具 那唯一依靠的大概就是GCC OK 沒關係 我這裡有 我試試看 好像不行 可能要等它去 或是可能性的 OK 好 沒關係 那我待會請你幫我半夜的時候 OK 好 謝謝 好 那所以 當我開始寫這個書的時候 我開始發現說 我找資料非常的辛苦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說寫虛擬機都還好 那寫主義器很簡單 但是呢 開始寫到編譯器的時候 就開始有問題 因為牽涉到連結載入 那些 而且現在的環境更複雜 動態連結之類的 OK 那 開始寫到作業系統的時候呢 欸 這裡就有問題了 那 我們市面上其實是有很多書在講 怎麼寫作業系統 但是 這些書呢 其實有 怎麼講 有很多是在講現實的工業 比如說Linux 那以Linux而言 我們知道它現在已經兩百多萬行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我們想要看它 來教作業系統其實是不太可能 那 我們可以往回退 Linux有些人用0.12版 來教Linux 但是當你用0.12版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真的去看 有出這樣的書 那非常厚的枕頭書 你還是看不下去 那不只是這裡 其實整個工業結構我覺得 它在資訊科學領域其實是 纏在一起 你很不容易把它拆開 你要把它拆開 能夠拆得很清楚 我覺得 這就是我想做的 好 我可以把它拆得很清楚 我可以 把非常成熟的技術 全部 通通都使做出來 但是 是在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情況之下 把它使做出來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去碰X86的架構 那 應該就 死掉一對學生 那我們是教書的人 所以 我們不能夠 不能夠 一開始就掛這麼難的東西進去 OK 所以我們在這裡其實 做的東西是 簡化 算是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如果能夠可以把東西簡化的時候 那我們的學生才有可能聽得懂 那我要怎麼把東西簡化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麻煩幫我放一下 OK 謝謝 所以我覺得我們學術界 必須要把工業技術研究清楚 但是現在的工業技術太複雜 我們研究不清楚 那這裡造成我們產學之間 有一個很脫節的情況 那 我希望說我的學生能夠學到這些東西 他可以理解整個工業 資訊工業的原理 但是 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覺得 還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OK 那不過 我們已經開始上路了 而且 應該已經做了不少事情 那我們請繼續 好 所以我們會採用最簡單的原則 也就是說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為什麼是stupid 就是說你那種技巧太高深的程式 其實學生是看不懂 那 以思議員而言 我會發現說 我學思議員 二十幾年來 他對我來講是一層又一層 那個關卡非常非常多 那 或許 或許 有些人不覺得 但是 對我來講 二十年前學的思議員 跟二十年後學的思議員 我覺得我得再重學一遍 那是有困難的 那所以我們會盡量讓它簡單 那我們還是架構在思議員的基礎上 去讓它簡單 因為我們找不出 任何一個共同的語言 是沒有受到商業性的操作 OK 那思議員是符合這個條件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不要創新 為什麼 一創新就糟糕 一創新程式碼就大了 程式碼一大 學生就沒有辦法理解 我們不要這個東西 我們要 你程式碼最好越小越好 註解比程式碼更多 我們要的是這種東西 好 那我們希望能夠重視原理文件 而不是程式的技術 因為程式的技術 其實日新月已有 但是很多東西是 當你看到新的新的出來之後 其實那些東西沒有變太多了 所以只是規模變大 好 那請下一頁 所以我們打算做一件事 那有一天一想天開 我就想說 那我們要做一個整台 從頭到尾全部開放的電腦 那從頭到尾全部開放的電腦 包含什麼呢 一定要包含CPU 沒有CPU不成電腦 要包含主機板 要包含虛擬機 虛擬機的用途其實在這邊非必要的對不對 但是其實從虛擬機切入 比用實體的機器切入 對學生的障礙更低 OK 所以虛擬機我們覺得是很重要 那主義器 OK 這當然也是必要的 編譯器 連結器 其實在連結器這邊我們有點偷懶 目前直接跳過 那直接把所有程式接起來 直接進去砍派就是連結了 OK 那當然這樣子不是很好 所以或許等這個主要的部分做完 我們會再做連結器 那另外 嵌入式作業系統 我覺得這是學術界遺漏掉很重要的一塊 那我們需要用最簡單的語言把它做出來 那作業系統 OK 當然這個工程就會相對浩大 那待會兒我們會看到 其實作業系統還好 工程也不算真的太浩大 請下一頁 好 那 因為我在 之前出的書裡面呢 我的編譯器叫CC0 C0C 那主義器叫AS0 然後 其他的部分通通都是 虛擬機叫VM0 所以我們 往前邁進了一步 所以就從0加到1了 OK 那 這時候我們看到的 我們目前試圖做的東西有這樣子 編譯器 主義器 然後呢 遷入式的作業系統 這是EOS1 那 真正的作業系統是OS1 那下面的硬體層我們要做 因為我覺得 當我們教計算機結構的時候 有誰真正去 雷一顆CPU出來 很少 會教學生去雷一顆CPU出來 現在我們有FPGA 其實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那 為什麼我們 我們不採用食物的方式來教 而是停留在理論的層次呢 OK 所以 我們 會用VariLog 來寫一顆CPU 當然其實這個在網路上其實已經有一些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 那 另外 就是今天我們早上聽到的Arduino 其實它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IoBoard 對不對 那我今天早上才知道說 我選錯了 我應該選別的 所以 待會呢 我們會發現Arduino要改 Arduino要改 Arduino要改成VigoBoard 那 這樣可能會比較適合 那 所以 就這整個架構我們看到的 就是我們想做的開放電腦計畫的全部 OK 好 那請幫我切下一頁 那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列表 我們 整個東西參考了什麼 那大概會採用什麼 不過有一些總是會有變化 那 CPU的話呢 我們 可能用VHDL或VariLog 不過目前看起來可能會用VariLog 但是這個還沒寫 不過我們在網路上有找到一些CPU 像其實有一些比較真正 可以商業化的CPU 但是它是開放原始碼 像在OpenCores這個網 網站裡面 它是硬體的那個 開放原始碼網站 那它裡面就有 就有OpenRisk這樣的CPU 那其實中國大陸也在這邊研究的 滿深了 甚至它有出那個很完整的書 在講OpenRisk 那 但是OpenRisk對我們來講 對學生來講是太難了 我們要簡化 我們會弄一個更簡單 所以我在網路上找了一個 Weshington University 就是華盛頓大學的教授所寫的 叫Richard CPU One 那這個CPU是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以至於它沒有設計會流排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邊做一個延伸擴充 指令集也改掉 再來我們的Bus和Io 本來我們預計用Arduino 但是經過今天早上之後 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應該用比較高階一點的板子 那比較高階一點的板子 目前看起來可能是BeagleBoard會比較適合 那 虛擬機的部分我們已經寫完了 所以 這應該沒有問題 阻力器的部分我們也寫完了 所以也沒有問題 那 連結器的部分我們現在是略過 不過 還好 我們網路上有同好 像那個JSERV 就提供了我們不少的程式 那它有寫一個NDL 那我可能會參考這個來修改 我發現 在寫程式的時候其實大家註解寫很少 不過還好有現場的人可以問 所以我其實主要的功能就是改完之後 加註解 那 接下來我們會編譯器其實已經在寫 那我目前已經把編譯器的語法分析 語役做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程式碼產生還沒做 那本來我們預計要採用 用 TinyCC 就是 TinyCC是一個蠻神奇的那個 吸源編譯器 而且是支援完整的語法 但是後來我覺得 這樣學生聽不懂 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有必要就是 弄一個小的 那可能會參考TinyCC 或參考那個Plan9裡面有一個CanCC 但是後來我發現這兩個或許都不太適合 所以我決定又回到40年前 那這40年前呢 也就是KNR和UNIS 市議員那個時代 PDP11的機器把它拿出來 OK 裡面的Source Code拿出來 改一改 放在現在的機器上用 OK 那這就是我們可能目前會採用的編譯器做法 那不過其實我已經寫了很多了 所以可能只是參考 參考當初的PDP的一些設計理念而已 那再來的話呢 嵌入式作業系統的部分 應該有的參考 不過JSERF又給我一個程式 是他寫的一個嵌入式作業系統 OK 那所以呢我們會參考它的 然後有必要的話 再參考MicroCOS 3 因為新版出來 那另外作業系統的部分呢 我們會一樣 PDP11的Code拿出來 裡面有一個叫UNIS V6的東西 是UNIS第六版 那一版是在開放原始碼的概念出現以前的 所以基本上沒有搜尋問題 因為那個年代 軟體是四維 沒有智慧才在全的 OK 所以UNIS V6拿來改 不過有人已經幫我先改好了 那這個 各位看的UNIS V6下面那個字有一點差別 它是XV6 那所以 這個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教授所改的 那把UNIS V6改成在X86上面 所以叫XV6 下一頁 那所以我們2010年有寫了這些東西 不是 2001年出版的書有寫這些東西 那下一頁 那目前正在演進當中 所以0版的通通都演進成1版 那目前我有寫一個非常非常小的作業系統 只有77行 所以 但是呢 我不能稱它為一個作業系統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一個功能 就是有兩個Task 然後可以Switch 然後每一個Task都會印出 我是誰 就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研究作業系統的開始 好 下一頁 那這是我們Mac的過程 下一頁 好 那這是我們的CPU 下一頁 好 那接下來是有幾個暫存器 下一頁 好 好 那這裡的格式呢 各位可以看到一點玄機 就是 你會發現說我刻意把它4位元4位元對齊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可以寫成16進位的時候 讓學生很容易讀懂 OK 不然寫成2進位 會很辛苦 OK 所以這裡全部都是4位元對齊的 下一頁 好 那這是載入儲存的指令格式 下一頁 好 好 這是運算指令格式 下一頁 好 這是跳躍指令的格式 下一頁 好 這是堆疊指令的格式 下一頁 好 那這是一個範例 那我們有虛擬機可以跑 所以可以測試 沒有問題 好 下一頁 好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 從1加到10的組合語言 當然我們現在不會有人做這麼簡單的程式 不過對學生來講還是有用的 因為他們必須從這邊開始學 下一頁 好 那這個是真正那個程式跑的時候的結果 那就是做主意的時候的結果 下一頁 好 那這是虛擬機在跑那個我們產生出來的那個目的碼 當然這個目的碼其實沒有什麼格式 就是一個印象碼而已 那所以非常簡單 下一頁 好 那我們做了一個最小作業系統 下一頁 那其實不算作業系統 就是兩個行程切換的程式 OK 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它的原始程式 那在OK 我們都會加上很詳細的註解 下一頁 好 那這個是主意的過程 最後有目的檔就是一堆鱗魚 十六金位 下一頁 那這個是它這個最小最小的兩行程切換的一個 一個執行過程 那你可以看到它一直在印說我是誰我是誰 Task 1 Task 2 又變Task 1 這樣就確定它有做Task Switch 好 下一頁 好 再下一頁 好 那這是一個我們現在所使用的C元程式 那 的辦例 那會 怎麼講 裡面其實已經包含了Structure 那再下一頁 那這是整個剖析數Dump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盡可能把語法設計得簡單 下一頁 好 那這是整個C1語言的語法 但是各位注意它不是C1語言 它是C1語言的Subset 所以會比較簡單 用來教學生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 下一頁 好 好 那所以已完成了有這些 下一頁 好 那軟體部分和硬體部分我們都會再繼續改進 那 當然我們其實CPU我們不可能自己累 所以我們可能會採用AFPGA 好 下一頁 好 我們注重的是文件 所以我會寫一些電子書 在網路上 那大家可以 有興趣的話可以稍微參考一下那個理論 跟真正寫 到底怎麼對起來 好 下一頁 OK 那這些是一些我們做的時候發現的一些相關資源 那像其實大陸的清華大學他們對這一邊已經開始蠻注重的 他們真正在訓練學生寫作為系統 但是我在我們的課程就是台灣的課程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危機 下一頁 那這是我的聯絡資訊 那我們非常希望說有同好可以一起來參與這樣一個計畫 那特別是我們非常需要有關於你在FPGA上面 在主機板設計上面 有經驗的人可以來幫我們 好 謝謝大家 這是我今天的報告 好 老師昨天在晚宴的時候有特別提到 他這次來是想要來募集人手的 好 那趁我們下一位講者Seventeen在setup他的很酷的裝置的時候呢 我們來開放Q&A時間好不好 那有沒有想要有問題要問的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再次熱烈的掌聲 那就非常感謝陈仲成教授幫我們帶來這場